因为我这两天连续开了几天的直播呢 然后在直播间里边偶尔会遇到一些心态不太好的负债人 你看这两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有这么两三个 他们的这个意见呢就是说 这么多人都已经负债逾期了 人家不还 我为啥还呀 我在这里很征重的跟大家讲 不管别人会不会还或者要不要还 如果你想能够彻底上岸的话 你必须要在你的心里中下一个种子 不管别人还不还 但这个账呢我是一定要还的 而且你一定要相信自己有这个能力能还上 不要觉得我在这里是什么空苦 说这个大白话 一点用也没有 我是从这个过程当中走过来的 我2020年债务刚暴离的时候呢 我也和大家的这个感受是一样的 我那个时候也觉得我签这么多钱 我那个时候一共是签60多万 我就在想我现在没有收入 让我拿啥还 我这辈子有可能就这样了 这种暂时的或短阶段的 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一旦你把握出了一些新的机会和新的机遇的时候呢 你有一点点赚钱的能力的时候 你又开始快速的别自己去做一些还款的一些计划 而你一旦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和动作的时候 老天一定给你更多的一个机会 让你能够有能力赚到更多的钱的 这就是叫什么 众善因得善果 这个逻辑其实非常简单 量子纠缠已经被物理学家已经认定这是科学的 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信念 你发出来整个宇宙 他都是能够接受到你这个信号的 如果你认为反正大家都不还 我也不还了 凭啥我还呀 老天爷就觉得 你是一个经不住考验的人 你既然也不想还了 对不对 我就不给你机会了 对不对 你既然不需要还这 你要那么多的钱干啥呀 如果你内心是一个非常坚定的人 这个钱我是一定要还的 我清清白白的来 我走的时候也希望能够干干净净的走 你要内心里面给自己冲下一个种子 我自己跑的坑 我要自己想把我给他填起来 你要坚信你自己不是一个耍赖的人物 那么老天爷觉得 你这个人心还不错 就是说懂规则 然后也讲原则 那么他有可能会给你一些好的机遇 在我们面对这个负债的问题上 心态一定要好 一定要端正 一旦心态不端正 我们离上海这个 目标将会遥遥无期啊 我是一心姐 讲点务事的成长感悟 记得点赞关注哦